说到张博之这个名字大家第一个会想到什么呢 有网友会想到他是港圈第一美人的代表人物 也有网友会想到他和谢霆锋轰轰烈烈的爱情 又或是想到他现在已经晋升为好妈妈 其实要说起张博之的成长史相信是说也说不完的 他的情史也是极为丰富 但无论是哪一面都能感受到张博之的不羁和率真 还记得张博之和谢霆锋那段爱情有多美好 但有多美好就有多心酸 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过七年之痒 还是草草结束了他们之间的感情 当年的照片门事件让张博之名声敬毁 但谢霆锋还是顶着所有媒体的面为妻子出头 谁料张博之前脚还痛哭控诉陈冠希 后脚在飞机上遇到陈冠希 还主动掉位子和他欢乐合照 谢霆锋知道照片门是婚前的事了 但后面还合照就是张博之的错了 所以合照门是对照片门时 谢霆锋的鼎力护起一记响亮的耳光 在节目上谢霆锋还大气表示对陈冠希并没有憎恨 即使自己离婚了 也是自己和张博之的事 在此事情发生后 张博之的事业也是再度跌入低谷 没有了老公的陪伴 他也只是继续向前 但他扮演好妈妈这个角色时也是很称职的 毫不夸张地说 他真的凭借好妈妈成功摆回一局 在他最辛苦的那段日子 他渐渐淡出演一圈 当起了全职的宝妈 是既当爸爸又当妈妈的宝妈 但他却丝毫没有觉得累 孩子反倒更能激发他的上进心 他也很爱孩子 从不缺席孩子的每一次活动 也会再固定一段时间陪孩子们出去玩 或者让孩子们去学习一些类似滑雪或者赛车这类活动 即使没有爸爸陪在身边 他对孩子们的爱却从不会变 而谢霆锋在离婚后不久还传出了和前任王菲复合的消息 但在采访时张博之还是给出了真诚的祝福 很多人会疑惑 怎么会有兜兜转转的爱情 难道和张博之在一起才是将就吗 一时间很多人对张博之表示了同情 这段婚姻对张博之太不公平了吧 但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了 现在张博之还是大方的在节目祝福风飞 能看出张博之还是非常有气度的 而谢霆锋也感受到了很归欠张博之 有一次打电话的时候还交代大儿子要照顾妈妈 下面要被张博之听见 他反映他意外 很多网友以为会看到这对昔日夫妻的罕见对话 但其实没有 张博之在听到谢霆锋声音的时候还是有些惊讶的 但他选择假装没有听到 直到儿子挂了电话他才询问儿子 爸爸说了什么 虽然说昔日夫妻的分开实属让大家觉得可惜 但还是希望张博之在余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吧 大家觉得呢